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歡迎來到我頻道下角的訂閱按鈕跟鈴鐺 把它打開 記得追蹤我IG跟FB 深夜無人的教館 一通被圍牆包圍的純白建築物助力其中 一名粉法少女潛伏暗助王守 以複雜神社臨時難動建築物 我又回來了 909實驗室 我和多亞還有其他同伴的家 斯蘭傑紮動雙猛 過去的回憶恍如流水有限 身為孤兒的斯蘭傑 被龍夢園的園長哥巴尼看中 帶回實驗室培訓 那種情感是什麼的他 本準備在實驗室度過一生 他卻遇上了被哥巴尼裝作的實驗品賈比爾 擁有賢者知識能力的元獸 他教了斯蘭傑學會了愛人與悲哀 可是哥巴尼欲謀殺賈比爾和斯蘭傑 為了拯救他 賈比爾欣賞自己的心臟 讓斯蘭傑得到元獸的力量 從而逃離哥巴尼的祝福 之後他更利用元獸的力量 拯救過去的同伴 這就是斯蘭傑來到這所實驗室的原因 嗯?一個人都不在?快了 以他家伙的性格 怎麼可能不保護實驗品 難道是陷阱? 斯蘭傑撫上胸口 強而有力的心跳傳遞勇氣給他 即使是陷阱 我要去做多呀 不要緊 有加比爾的力量保護我 斯蘭傑自暗處要起 跑向那曾經囚禁他 和其他同伴的實驗室 我可以沒用 他還沒用 之間的呢 找一個人 一個人 這一次 先去阿娅 睡醒 與你 回家 睡醒 随常 走 還聽 你 先去阿娅 說 四藍姐自通風口要小 隨即被排滿整個房間的四管機器所嚇到 右上的廣闊空間只有機械運作聲響回蕩 像極夢的牢獲中規律地迷響 毒雅一定在這個實驗室裡 要盡快找出他 四藍姐在機器間傳說 終於找到了毒雅 被窮進灌滿化學液的大型四管中 他四次沉睡雙蒙閉上 沉穩迪呼吸著 毒雅 毒雅 快醒來啊 四藍姐用力拍打四管表面 發出沉重的盾音 這盾音喚醒了管內的毒雅 他許許髒毛為空裡的臉龍 臉龍 天上色彩 這是新角色嗎 四藍姐危險 可是他身材很快變得混雜 但讀了看見至暗處走來的男子 我的小白鼠 終於上鉤了 四藍姐轉身 警戒裡防備哥巴尼 我就知道一定會來救他 你不捨得同伴遭到殘忍的對待你 你到底對毒雅做了什麼 毒雅可是網中無益的實驗成功品 她能幫助我完成實驗啊 合理一樣 我不會那裡得逞的 蛤 這是小劇情吧 看還有沒有下一個劇情 好 再來是笑容的意義 看起來好奇怪喔 這剛剛只是劇情而已啊 當初跑劇情而已 直接打敵人 四藍姐鼓動力量 血液沸騰加速元素流動 四藍的身體膨脹起來 三眼間化成巨大的岩獸 真漂亮 岩獸與藍內的結合體 我要好好研究你 再一次傾聽你的慘叫 別妄想 呵呵 四藍姐前身 釋出自熱的火焰 繃緊肌肉 帶著沙威撲向哥伯尼 面對一觸即發的危機 哥伯尼勾起嘴角一笑 上次你逃走也是用這一招的 那今次不管用了 哥伯尼彈了一下響子 四藍姐也升下隨即 要賣輝煌的光陣 多條由光元素所組成的鎖鏈 至鎮圓升起 把四藍姐束縛起來 為什麼這鎖鏈無法被分解 這是為你而特製 以文龍之靈所造的鎖鏈 上次讓你逃走了 同樣的錯再犯的話 我可不會原諒自己 哥伯尼再打一下響子 在四藍姐附近機械運作 伸出多條管道刺激他的體內 抽取他的血液 最後一塊拼圖已到手 我的計劃 最後一塊氣血液 四藍姐陰血液被戳走而失去意樣 無法維持元素的姿態 意識逐漸變得模糊 在朦朦間見到被囚在寺館內的 多雅正激動地拍打寺館 雙毛隱瞞淚水 多雅 對不起 無法拯救你 OK 好像這 跟班尼這個是人渣對不對 敵人倒是很好打 會不會 不如你何回九幻化嗎 在909實驗室中 灰白單調的房間內 多雅走到角落 與暴溪說在一起的四藍姐搭話 就是這傢伙 永遠都不理他 為什麼他還要一直和我說話 跟班尼博士說 我們都是物件 物件只能被放置或被使用 可是我想畫畫 你看 這就是你喔 多雅高舉畫布 上面描繪了陽奇 垂上笑容的女孩 看到這幅畫 四藍姐越為驚訝地瞠目 那是我 我的笑 嗯 我喜歡笑容 不過更喜歡看你笑 你笑起來很可愛喔 可愛 我嗎 多雅誇張地平凡點頭 那模樣讓四藍姐覺得有趣 忍不住笑了 那你在他來到實驗之後 第一次笑 之後只要有時間 多雅便找四藍姐聊天 不好 直到他能來到 他與元素相容線很高 往他帶走 四藍姐 不知道我們會 對 否再有相近的機會 我的朋友 保重 四藍姐什麼也沒人說出口 只能定情看著 獨雅被他的傢伙帶走 他沒有離開 仰起獨雅喜歡的笑容 注立在大門 希望迎接獨雅回來 然而 那最終是無法實現的願望 為什麼 為什麼我的心 會覺得痛呢 那時四藍姐 無法知道這份痛死的意義 實治癒了他 四藍姐成長少女 及才華洋野被哥伴尼挑中 來到了羅莫元的研究室 他作為哥伴尼的工具 參與賈比爾實驗 那位賈比爾卻超過他的想像 擁有比誰更柔軟的心靈 我們都是物件 博士說過 存在這個世界之萬物 都是有元素造成的物件 不是的 我是活著的生物 有情感有痛楚 你也是 我們都是活生生的 賈比爾把四藍姐抱怀念 以塞亞的賞印欽然 讓我來告訴你 活著的意義 以及作為活物的尊嚴 與我相同孤獨的人啊 啊 好溫暖 和毒癌一樣 四藍姐想回報賈比爾 卻摸到連醋的觸感 眼前賈比爾渾身是傷 他抬起右臂 咧開嘴巴一下 帶我活下去 四藍姐 OK 魚臂 賈比爾化成碎片消失 四藍姐無法忍耐內心的痛楚 化成內水是眼眶滑弱 不要 不要再從我身邊躲躲任何人 OK 四藍姐 四藍姐 被跟邁尼抓住的四藍姐不斷發出痛苦的抑鬱 這四管內擅持獨雅拼命雜打玻璃 但即使雙手變得紅腫 仍無法動搖一分 獨雅留下哀傷的淚水 都是我 如果不是我 你就不會變成這樣 到底怎樣才可以救回她 獨雅深呼吸 那精神全然集中 集中 全集中呼吸 那熟悉的虛無出現在她的意識裡 她被囚在四管內的身體 鬼迪變得透明 彷彿要以空氣 不 你瀰漫在這片大陸的利昂童話 求求你 告訴我拯救大家的方法 虛無顯現了一陣光芒 帶著象徵萬物的紅彩 融入朵雅的意識中 元素的利昂在呼喚我 朵雅 元素相容的孩子 我聽到你的請求了 為了幫助他們 你願意不惜一切嗎 對 只要能拯救大家 即使大家是我的生命 我也願意 那就用我的力量 穿越施工的障礙 去連結那個事件的他們吧 我明白了 獨雅閉上雙眼 擴展無感的觸覺 那意識前往一次元的世界裡 然後那個故事到這邊了 她到底要去哪個世界找他們 打開支援的大門 可以得到黃金蝦 博射有空冠魔法石 好啦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下一次 入列車上的作戰 好啦 那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 然後記得追蹤我IG跟FB IG上面會PO一些日常生活啦 好啦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掰掰 然後我們下一次 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